在带您看到,今年的8月12日是获得新军圣诞 而花莲县消防局义勇消防总队花莲分队是依循往例 在新军圣诞诞成日呢,联合花莲市三个消防分队的全体 仅一销来举办祭祀仪式,市区绕境及防火防灾的宣导活动 来祈福县内的各家户能够平安 今年的8月12日为获得新军诞成 花莲县消防局义勇消防总队 花莲分队一循巡往在新军诞成日举办祭祀仪式 市区绕境及防火宣导活动 获得新军幼名祝荣回路是火神也是消防人心灵守护神 平常供奉于花莲消防分队每日以清香助寿 祈求花莲能够和家安康 由现在许正会担任主机关 消防局林伦内局长率局内锦销同仁 一销副总队长林在福 救护一销大队长吴坤吉 宣导一销大队长吴淑珍 花莲一销分队长郭振兴 先言吴东森 以及市民代表韩丽梅等人一同来一百米 鲜花树果三生等共品诚心祭拜 整个仪式过程简单隆重 今天是火得星君圣诞千秋好快一年了 大家的业务好像有增加了 但是也感谢社会大众对于我们住景气的一直不断的捐赠 那这个对家户的安全来说很重要 所以天干雾灶 真的我们大家还是要 大家告诉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 尤其是花莲现在我们又是观光的季节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七八月了 是整个下半年通通 定房都定到满 所以很多的事事物物 方方面面 大家都要一起共同来完成 一次结束之后 由现在许正位亲自恭请新军上神教 民放礼包之后 起家前往市区进行防火宣导及绕境祈福活动 一方面为花领民众祈福 一方面也加持民众防火的观念 而全体消防一校人员参拜祈福之后 也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地方平安 希望所有民众能够无灾无难 记得终于华晨佬